理想型都摆在那儿了 那个就是理想型对不对 那也是以貌取人形 才不是呢人家肯定有别的意见 5月8号关小彤更新个人社交动态 晒出自己收工后出街闲逛的祖托 忙碌了一天的关小彤难得迎来闲暇时光 所以和平常小女生一样上街散心 当天的关小彤身穿黑色大翻领外套 气质炫酷却不乏时尚感 或许呢是为了隐蔽身份 特意戴了一顶黑色的棒球帽 走在街上十足的欢托 竟显青春美少女之姿态 随后啊并有粉丝发现亮点 关小彤此次出街呢 所佩戴的帽子与陆寒是情侣款 此前陆寒曾公开佩戴过同款式深灰色 如今关小彤佩戴的黑色饰样 大概率是又是特意购置了情侣帽了 关小彤刚低调秀完恩爱 陆寒9号公开出席活动 同样穿了情侣鞋隔空是爱 据悉陆寒脚穿的黑色小皮鞋 不少网友也是顺势演说 此前关小彤呢也穿过同款上过节目 而后陆寒也曾穿此双鞋现身综艺 如今时隔许久 陆寒再度穿此鞋公开亮相 不知道是不是关小彤送的呀 所以呢才会让陆寒尤为珍视与喜爱 话说两个人这一个戴情侣帽 一个穿情侣鞋的热恋三连版 真的好甜蜜 说起陆寒和关小彤这一对情侣 大家肯定会想起 当初两个人官宣的时候啊 场景啊 因为上线人数太多 微博后台直接崩溃 过了好久才好呢 陆寒是顶流偶像之一 关小彤又是新生代小花 两个人在一起啊 本来就会招来很多关注 陆寒和关小彤 因为恋情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陆寒和迪丽热巴 在节目里面组成过CP 很多人就会觉得陆寒很渣 明明有女朋友 还在节目里面撩别的女神 不过说实话 这只是节目效果而已 粉丝们太过认真了 幸亏陆寒和关小彤熬过来了 以前大家都劝他们分手 现在大家都催婚 关小彤和陆寒 有一次关小彤采访环节 被问到什么时候和陆寒结婚呢 关小彤听到这个问题 还挺害羞的 但最后还是有回答 他回答说 两个人现在还是以事业为主 陆寒和关小彤 两个人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难怪在一起这么久 相信之后应该会结婚生子吧 相比陆寒好兄弟邓超 是早就已经结婚了 孩子都已经有两个 而且结婚九年多 邓超和孙丽依旧非常甜蜜 好像热恋期还从来没有结束过呢 在大家的印象中 邓超是一个特别怕老婆的男人 但是却总是表现出 自己很有家庭地位的样子 不过常常会被看穿 有一次陆寒和邓超在接受采访时 超哥被问到 孙丽每个月给他多少零花钱 超哥可怜兮兮的表示 一个月只给他600块的零花钱 有一次邓超和跑男兄弟去国外录制节目 晚上超哥就请大家吃宵夜 吃完夜宵付钱的时候 超哥刷卡 发现卡里没钱了 打电话回去质问孙丽 孙丽很搞笑的说 忘记给超哥打钱咯 超哥真是太惨了 可能是想证明自己太惨 邓超就问陆寒 关小彤每个月多少零花钱呢 说实话 两个人现在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还没有正式生活在一起 说零花钱还太早了 于是陆寒随口回答说 只要关小彤需要花销的地方 自己随时都可以满足他 陆寒这的话呀 一下子就暴露了家底 要知道关小彤作为一个女明星 一些用品肯定都比较昂贵 尤其是女生的护服品特别贵 陆寒能承包所有的开销 看来家底还是挺厚的 这个是情侣款人家说 这个这个这个等我等我 我自己有钱 能不能买拉两套啊 你要吗 那拿两套我都给你赚钱吧 好 对 咱们俩一般不常染 就是三梦期 冷战 冷战 时光荏苒 如今两个人交往三年有约 其中的艰辛与不易 想必就当事人才甚有体会 所以相信两个人 定会好好的珍惜与守护 这一份来之不易的情缘 也希望外界对两个人 少一些负面揣测 因为美好的爱情 值得被祝福 对此大家有何看法呢 欢迎来评论留言哦 好了我们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啦